一曲中国古典乐曲 在杜克大学大议的中国留学生王千元 弹奏古中的指尖华出 他就是4月9号当天在杜克大学校园内 支持西藏与支持中国两起同时举行的抗议活动中 希望搭起双方对话桥梁 挺身而出的中国女学生 经过两个星期网络舆论的风风雨雨 她现在的心情平静了很多 其实本来我一直都认为那不算一个事件 那算是一个在校园当中发生了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相信在很多校园当中一直都有 你对你的不同的利益集团 可能会在不同的情况下 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当中表达你的观点 这在美国是言论自由的最典型的体现 王千元说她并不支持西藏独立 但至于当时为什么会在同学的背上写下 Free Tibet等字眼 她说 其实这个我想说是我当时特想写Free China 但是就是这个和当时的这个情况和主题不太吻合 所以我其实就想告诉他们的是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的概念 西藏也好 汉族人也好 其实都是这个合成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组成部分 然后他们需要的自由也是我们需要的自由 我们也没有自由选择权 我们也没有这个自由言论 中国人和西藏人我们都是受害者 财大一的王千元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 尤其在外语能力以及口才上面都有相当突出的表现 杜克大学的教务长苏·华斯雷克女士这样形容她 王千元是一位年轻坚强的女性 她很专注 也投身在这个议题上面 她很有才智 表达能力很强 华斯雷克女士表示 是为当天她目睹了支持中国阵营方面 因为王千元的介入而表达出来的愤怒 我看到了那种愤怒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愤怒 非常真实的愤怒 但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意见 而对方也有权利以愤怒作为回应 但是没有人有权利可以用暴力恐吓作为回应 王千元的电子信箱塞满了谩骂以及骚扰的电子邮件 她父母在山东青岛的家遭到了蓄意的破坏 在杜克大学的中国学生 有部分对她的言行还是感到气愤 这两位匿名的同学这样说 是一个不是一个成熟的做成熟的方式 就像完了以后大家攻击她也不是一个成熟的方式一样 但会有更好的一些方式可以解决 大家就觉得她像汉奸就这样 她不应该站在对方替人家说话 但是尽管不赞同王千元的看法 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向王千元发出支持的短信 或是电话未问 这位匿名的杜克大学学生这样说 觉得王千元同学不恰当使用自己自由言论权益的同时 我觉得她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值得同情的 我觉得她是在这次事件当中的遭受了很多很多不公正的待遇 对于有人向王千元发出暴力恐吓的信件 杜克大学警方已经加强了校园的巡逻 格莱姆警官说 我们已经展开了必要的措施来保护王同学的安全 而且也提供他所有他需要运用的资源 除了加强保护 恐吓性的犯罪调查也在进行当中 是的 这个案子已经交付给调查人员侦办 目前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找出是谁发出这些恐吓信件的 相对于杜克大学警方的积极办案 对于王千元在青岛的家遭到破坏一事 王千元感慨地表示 公安局在这方面都不准备给我们声唱正义 老梁口口现在过了真是不容易 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们 但是这个事情不是我对不起他们 是中国人就是那些愤亲们对不起他们 王千元以闹剧一词来形容这次发生的事情 但是表示自己并不后悔当初站出来说话 我觉得如果再有这样的计划 我应该更加注意方式方法 但这个方式方法并不说完全就不对 这个在美国社会是可以认可 在王千元的宿舍中 你可以看见众多关于政治的书籍 还有标示清楚各式各样的读书计划表 所有的事情依重要性而分类处理 仍然是一种企业化管理的缩影 问他毕业后打不打算在美国工作 他这样回答 工作是有必要的 我觉得多看多听 然后多跟人交流很有必要 但是我肯定要回中国 尽管现在可能会有各方面的危险 二十年后我会在中国 我会在中国 我帮助中国的民主进程 我会让中国成为一个 尽我最大努力 让中国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 发自美国杜克大学的报道